来来来 卖奖状了啊 想得什么奖状就写什么奖状 一张一块钱了啊 好汉 听见了吗 前面有个卖奖状的 你跟二狗都是学渣 放个价钱买个奖状回家 肯定不会挨打 不去了 你傻呀 就你考的那两分 你回去你爸肯定揍你 你买个奖状回去 不就不用挨揍了吗 我出门没带钱呀 没钱呀 小事 我给你 就一元 还是你去吧 不行啊 跟我走 稍等稍等 我这肚子好疼啊这会儿 你们俩要美的话 把钱给我放奖状底下 不许耍花头啊 帮我钱看着点 不行了 好汉 机会来了 看好了 你这能行吗 柔柔 你说 你想要什么奖 我现在就给你写 我要一个三号学生奖 好 可算舒服了 你俩写好了吗 这写好的话 钱给了吗 大叔 我写了两张 给你钱 不是 你咋给我一块钱呀 你这两个人 两张应该是两块钱呀 大叔 你这招牌明明写的是一块钱两张 你自己看 啊 我去 还真是啊 那那行 你们走吧 走吧 好汉 你看 那个食堂大叔又来卖假奖状了 我们这样 走走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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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好汉 你这孩子 告你们老师了啊 我没有老师 哈哈哈哈 大叔啊 你看那个人 昨天呀 要不是我看着 他差点连你摊子都抢走 他还要偷奖状呢 哦 我明白了 昨天我的招牌 应该就是那个人给我改的 嗯 谢谢你们啊 为了报答你们 我再送你们一人奖奖状 谢谢啊老板 你这也太客气了 谢谢啊 这多不好意思 没事 不过今天这生意也太惨了吧 一张也没卖出去 咋回事呢 这还倒杂子这两张 哈哈哈哈